民宿活动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春节期间 海南各地以多场充满年味的民宿活动 增天喜庆祥和氛围 让省内外游客欢欢喜喜 过大年 登高望远 朔国的传统习俗 寓意着新年步步高 春节期间 不少市民游客到海口火山口公园 三亚路回头景区 登高祈福 这个温度的话对我们而言还是蛮不错的 这边穿个春装 小孩也开心 大人也开心 新年登高嘛 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我觉得是 在三亚海城梦幻海洋不夜城 一场水下的舞狮将传统里新区结合 打造出满满的国潮风 在无知州岛 游客可以潜入海底 种下珊瑚宝宝 种下新的希望 表达对新年的寄托 珊瑚是我们真的能够亲眼看见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它作为海底的 热带雨林 热带森林这样的概念去做一些环保的小事情 三亚在春节期间推出《奇趣新春》 有品三亚的系列活动 让市民游客体验有趣又有意义的新年活动 不断形成绿色消费和健康生活方式 希望打造不一样的山牙 带给我们的游客另外一个体验 你可以过来享受阳光海滩的同时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不同的活动 大年初一 城脉浮风约屏古镇举行新春游园活动 活动现场不仅装联有 团圆挂福散 平安挂福牌等新春景湾 还设有投湖纳吉 中享福道等丰富多彩的新春游园项目 吸引市民游客踊跃参与 即使在这个下雨天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希望能将春节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 让游客能在体验浓浓的年味的同时 然后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大年初二到初四 文昌市举办新春祈福庙会 春赏花灯 敬菜灯迷 汉服体验等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协议一家老小前来体验 每年都会来一次 今年的活动也比较多 触及一些国学的经典 接触一些国学经典的知识 并让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推出传统荤俗表演 太极养生工 传统武术等文化娱乐项目 为各方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年味 这几天我们的游客量每天都在三千多人左右 我们除了门票的收入以外 还有我们的旅游商品 还有这个民宿 还有美食 生意都红红火火